二战后领土扩大最多的国家 领土扩大最多的国家 领土面积几乎翻了近一倍 很多人看到领土扩大最多 第一时间会想到 伊都还有就是俄罗斯 因为这两个国家不顾国际规则 照样还是不断地进行领土扩大 印度占了半个克什米尔 还有一个西金 俄罗斯占了克里米亚 还有南奥赛T等很多地区 但是这些国家扩张的面积并不多 占他们领土总面积的占比非常小 而其中最厉害的还是下面这个国家 那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民族本来那是一寸土地都没有的 整个是个流浪民族 但是在美国的帮助下 1948年联合国以决议的方式 将巴勒斯坦分给了一多半给以色列 作为起建国后的领土 也就是以色列本来一寸土地都没有 联合国送了土地 而且有一点四万平方公里 也算不小了 而以色列就是凭借这块土地建国的 但是70年过去了 现在以色列的领土面积 已经达到了2.6万平方公里 如果加上占领叙利亚的格兰高地 那么以色列实际面积 已经达到了2.8万平方公里 几乎整个面积翻了一倍 这个比例直接将印度和罗斯甩在了脑后 成为二战后面积扩大比例最大的国家 那么这么大的土地怎么来的 都是战争打来的 建国后 以色列历经五次中东战争 每次都是胜利告终 因此每次领土都扩大很多 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领土达到最大 上了整个巴勒斯坦 西迈半岛还有格兰高地 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 后来在美国和世界压力下 扑出了西迈半岛给了巴勒斯坦2000平方公里 于是就剩下了现在的面积 即便是如此 以色列领土该是暴涨了 而现在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是以色列全部控制了 巴勒斯坦完全失去反抗力量 就连军队都没有 所以以色列实际的领土面积更大 从理论来看 以色列领土超出联合国给的一倍 那是要受到制裁的 但是有美国和西方撑腰 以色列从来就没有受到制裁 甚至连谴责都没有 这就是权力 弱肉强食 弱国无外交 强大了做什么都可以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 还有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